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联合竞选总部 10月15号正式成立 天气大好将近5000名支持者 涌进现场高声呐喊动算 力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进入总统府 立委参选人林沛祥进入立法院 担任联合竞选总部主委的 基隆市长谢国梁 肯托大家总统支持侯友宜 支持蓝白和 立委票投林沛祥 让中华民国台湾和基隆持续发展 请大家全力支持林沛祥 一定不会后悔 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那国梁也会跟他 如同兄弟一般 一起攜手努力 替我们基隆市的民众 打造更好的未来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支持我们侯友宜 来竞选我们的总统大众好不好 但是只有国民党 我也都说了 这一次要独自胜选 恐怕并不容易 所以在场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也支持 继续支持我们蓝白的合作 唯有这一次能够团结在一起 才能够下架民进党 大家说好不好 好 立委参选人李沛祥强调 他当选立委 将全力支持谢国梁主政的市政府 也会为基隆人争取更多预算和建设 特别是国道通勤客运的改善 来让我一起帮你忙 把我们的家 未来的基隆市 变得更好 并且让世界更喜观 大家就说好不好 所以佩祥知道说 希望我们基隆就很需要 中庸主委的倒查纲 也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跟你们的鼓励 所以佩祥知道 我如果是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我会代表基隆在基隆 在立法院代表基隆的声音 把我们的需求讲出来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亲自到现场拜托支持者 让侯友宜当选总统 林沛祥当选立委 国会立委一定要过半 我们市长需要他 将来我们的侯友宜总统也需要他 有了林沛祥当选 就让我们的基隆 太多太多需要改变的事情 能够结合我们最优秀的市长 年轻的市长 年轻的林沛祥 跟我们的侯友宜总统 一起来改变基隆 大家说好不好 包括国民党基隆政坛大佬 前市长林水木张通龙 以及前立委徐少平 前议长蔡旺廉宋伟丽 以及现任副市长邱佩玲 和国民党及现任市议员 里长及各界地方重量级人士 都到现场站台相挺 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到场致议 前来上台助讲的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 中广董市长也是名嘴的赵绍康 以及立委陈玉珍 王红维 李德维 曾明忠等人 更是带动现场气氛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压轴登场亲自肯托 他当选总统才能让台海安定 避免战争发生 也将力挺基隆建设发展 更将清查弊端 还社会公平正义 台湾的安全 以及全世界重视的问题 我们不能忽略 民进党执政这几年 濒临战争边缘的台湾 我们要守住两岸和平 让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世界再安心 肯定 愿意 付出新的一个作战的三地策略 这就是侯友宜 大家对方要用信心 要用警察和台湾安全 守护一切的侯友宜 这就是基隆人的力量 激人改变台湾 让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一个案子一个案子 我们把它查出来 还给人民一个公平的正义 侯友宜 骗翔 一起共同来实践 让基隆出发 改变台湾的号砂 从北台湾的北部 最北斑 接人来改变 大家到底行好吗 要议要议要议 你不要叫我 你不要叫我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某国小发生疑似 食物中毒案之后 基隆市长谢国良非常重视 更在林沛祥侯友宜 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 向学生及家长鞠躬道歉 基隆市某国小发生疑似 食物中毒案之后 基隆市长谢国良非常重视 更在林沛祥侯友宜 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 向学生及家长鞠躬道歉 同时采取三大精进方案 保障学生食用营养午餐的安全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这边还是要一举功来跟大家 以及所有的学生跟家长来道歉 对不起 这两天我们有立即的开会 跟检讨我们相关的作为 国良想提出三个精进的方案 来跟大家来请求大家的建议跟协助 不好意思 借我一下 首先就是从明天上课日开始 国良会在上午营养午餐 送达食材的时间点 每天不定期的挑一个公立的国小 我会亲自的跟HACCP 还有我们卫生局的团队 来做一个抽检 就好像上班的时间 我们会到通勤族来关心 需要的通勤朋友一样 我希望从未来的数周 有必要的话就会持续下去 每天一个公立国小 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些营养午餐的食材 跟学校厨房的状况 第二点 我们从明年第一季开始 我们的营养午餐 每人每餐 我们会提高食源的补助 由基隆市政府来负担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 是希望孩子们 可以得到更好的共餐品质 可以得到更好的 更健康的营养午餐 第三点 我从现在开始 会针对营养午餐 所有的细节跟进度 每一周 我会召开营养午餐汇报 会跟各个校长 大家共同讨论 营养午餐的精进方式 并对营养午餐的供货厂商 包括最近出事的盛威食品 我们会进行最严格的检视 当然 或许这样子 还有不够的地方 我们也会继续地 持续地检讨 精进跟改善 以上几点 跟各位报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而这一起 一次营养午餐 造成学生不适的事件 市长谢国阳表示难过及担心 经过讨论后 提出三项具体的精进作为 基隆某国小 发生一次营养午餐 造成学生不适的事件 引起各方关注 基隆市长谢国梁这两天 积极召开会议进行内部讨论 除了对学生及家长 至上歉意之外 也提出精进作为进行改善 符合各界期待 每个环节都要负起应该有的责任 包括我在内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第一点我从明天开始会去各校的国小 并且要让校长以下的所有的学校同仁 对于每天营养午餐送到的时候的所有的SOP 要唤起他们的重视 第二我们每人每餐决定提供食元或以上 让孩子能够吃得更好更安心 第三我们对于所谓的德标厂商盛威食品 我们会全力的盯紧他的每一分供货 如果他有问题 我们就会依法来研办 这一点我们都要做到 那这个我们对于教育家长 跟家长会的心声 那我们听到了 那我们也会尊重他们的看法 后续再跟他们来做善意深入的沟通 市长谢果良强调 牵涉到学生营养午餐的任何状况都绝非小事 他也要求学校校长与各单位都要格外的用心 来维护同学的食安健康 甚至现在德标 而且得到很多市占率这个问题 其实在过程中 我们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需要关注的 所以我在9月多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跟正风处跟正风处的团队 去讨论这种集中德标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也得到了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必须要按照采购法 所以即便有一个厂商 他的这个德标 他是很集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用 引用例如像公平交易法 市占率过高这样子一个方式 来去干预 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从上任以后 我们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包括要从我们的营养五三自治条例 要不断引进廉政平台以外 我们要提升这个出事以后的一个罚缓 十倍甚至更高 这些我都希望能够跟议会 携手合作尽快来落实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关心柯文哲 借用后援会的成立大会议 名称叫做选择之友会 现场来了许多支持柯文哲的朋友 一起为他加油打气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在基隆选择之友会成立大会上 颁发重要干部的证书 而现场来加油的与会贵宾 有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立法委员邱成远 基隆选择之友会总顾问庄景田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等人齐聚一堂 让整个会场的气氛是热闹而温馨 我第一次到柯先生的办公室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灯在上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的希望灯开很多 很旺 总认为气候 就一个小小的灯在上面 我说你怎么这么暗啊 他说哦 深点 然后呢坐了很久 在过去我们家里客人来一定是有茶水 什么都没有 谈戏戏 我说茶呢 他说哦 这样子啊 他就赶快跑过去拿了一个冷泡 一个茶包放在一个冷水里面 我说你知道泡茶热水没有冷水 他说哦 久了就可以了 你放心就可以喝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接触 柯文哲也首度针对协和电厂四街的争议 提出了他的观察与观点 公务机关最大的特色就是分空不合作 各干各的 所以我那时候一听就知道 诶 这是个问题 第二点哦 他说2024和协和电厂要处意嘛 那新的要盖到2027以后 就算盖盖盖盖盖好 诶 我就会想一件事情 那2024到2027之间 如果没有协和电厂再发这些活得好好的 那 那是真的缺点吗 这个我就想起一个笑话 以前我的助理跟我说 他请假一个月去欧洲去玩 我跟他讲说你要是请假一个月 结果我们都发现好像你没有来上班 我们这里运作的好好的 那好像我们就会觉得你好像不需要 那刚才那个就是啊 2024关掉 2027最快要2027我才盖得好 那中间三连如果 基隆也活得好好的 那我都在想起来 那真的是 那那电厂哪里来 我第二讲就很 这个讲就很怪嘛 其实我跟你讲 我对协和电厂完全没有概念 我纯粹以上只是逻辑 就是说有一方他提出质疑 然后就听听听听 当然那个是这样的 其实他还讲那个什么 我对基隆港的影响啦 还有那个 那个破坏生态 那是另外的 所以你看看 在这个故事里面 理性物质科学 这就是讲到今天台湾政治上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很想用很少用这种科学的态度 在面对问题 柯文哲在演讲中向支持者呼吁 希望台湾未来选出的总统是一个脚踏实地 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他强调解决了小问题就没有大问题 还有正直诚信不能贪污 这是施政的最根本 唯有务实才能够让台湾继续繁荣成长 记者房日生 曾华美美智鞋以及燕鸟鸭 恭喜 获得奖 73万年 恭喜 基隆语国际基调赛迈入第五年 各界赞助响应热烈 总奖金及赞助商品 合计价值已经超过50万元 创立年新高 今年吸引了国内外各路基调好手热情参与 报名秒杀 其中最有知名度的调友 就是沈文辰老师 可是今天钓起来 他第一个来看我就是 五彩班那个酒绕 我就好开心 因为一年只能来一次 所以工作好像就 我好像那个候鸟一样 终于又飞回来了 我们旁边我看了朋友 他们钓友 他们一直在钓的时候 都一直羊肝 我就觉得我们这种的生态 在保育里做的事非常非常的彻底 举办五届以来 今年首届有国外选手参赛 这三位来自香港的选手 对于基隆的人情味感受深刻 这个真的有 就是你们大会的安排非常非常之好 因为好像我们早上的时候 我们要凌晨三点钟 我们就要过来 你们大会都会准备这个早餐 然后午饭的时候也会 帮我们准备这个便当 对都非常非常的贴心 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第一次来嘛 就是不太熟悉你们的地方 你们都有这个工作人员陪同我们 一起做掉 做掉 对 基隆与国际基调赛 今年是第五个年头 那这次也吸引到非常多的好朋友 共同参加 那其实报名非常的热门 听说开放登记前 二十分钟就已经报名而满 那我们这一次也有准备了 非常多的奖项 也有很多的赞助商 那其实基隆就是一个 充满海洋资源的一个城市 所以各式各样的海洋活动 跟赛事活动 我们都会加强来举办 所以这一次国际基调赛 我们办得非常热闹 也非常开心 各路的好手都来共襄胜举 那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好的传统 继续承接下来 希望每一年都能够办得更好更棒 基隆市政府也与海洋委员会 海洋保育署合作 将友善钓鱼观念 以及环境教育融入赛事中 举凡小鱼放生 垃圾不落地不落海 以及垂钓回报机制 携手钓友 共同营造永续环境 友善钓鱼的态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此云寺要是否定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木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 前来点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 钥匙佛殿参拜 感受法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攻其陆区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看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 阴气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把下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振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一亮 哎哟 真厉害啊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体育会桌球委员会 在市立体育馆举办 112年主委杯桌球锦标赛 共有120对报名参赛 切磋球技 市长谢国良出席开幕活动 感谢桌球委员会 用心举办桌球比赛 参赛选手们 你来我往 切磋球技 金融市体育会桌球委员会 主办的112年主委杯桌球锦标赛 在市立体育馆热闹开打 担任桌球委员会主委的曾继颜议员 欢迎全国各地选手来到基隆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出席开幕活动 我想主委杯全国的锦标赛 那是14号跟15号两天 那昨天是我们的国 应该是学生组的 那今天是涉男组 然后总共队伍有120对参加 那在这边呢 希望 我是希望 个人是希望说 因为我本身也喜欢打桌球 我希望提倡我们基隆市的桌球的风气 然后特地办这个全国比赛 让全国好的选手都来在这边 让我们全市的一些喜爱桌球的朋友 能够互相的以求会友这样子 非常开心看到我们基隆的桌球运动 在曾继颜主委的带领之下 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 桌球是我们的国球 也可以这么说啦 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在世界各地 我们的桌球选手 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所以基隆也会继续的努力 把桌球这个运动 不管是赛事还是活动还是训练 我们会办得更好 我们也会密切的跟 曾继颜主委来合作 让桌球可以 因为桌球我个人认为可以 协调力跟这个反应 都是很好的对孩子们的一个训练 所以就这一点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训练大家打出更好的桌球 那我想在这边 我也要建议我们基隆市的教育处 然后在那个学校的体育班方面 一定要加强 那我想最近也有听到一些消息 说我们体育班的一些 可能招生不足要猜测 那我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能够让体育班有机会来缓冲一下 看怎么样的配套措施 让体育班继续来维持下去 那所有的学生 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 一路上都是做完整的桌球训练 体育会桌球委员会期待 在市府的支持和规划下 能将桌球运动向下扎根 从校园有系统的来推广桌球运动 培训运动人才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与基隆市女童军会共同合作 在深美国小举办 行男大主厨美食体验活动 市长谢国良率领 女童军会理事长林立禅 及多位国外的美食主厨 带小童军们一同学习手做料理 并倡导家世分工 性别平全的理念 穿上围裙 市长谢国良 花生行男大厨 大展厨艺 手做海鲜河粉 番茄真的很重要 番茄真的很重要 因为番茄要煮熟了以后 茄黄素才会出来 所以身体有健康 所以身吃番茄跟煮熟吃番茄 都有它的健康效应 偶尔吃一些煮熟的番茄 因为这种会变成很重要 没几分钟 一整排色香味俱全的 海鲜河粉就大功告成 被问到最拿手料理 谢国良得意的提到 自己很会煮玉米浓汤 我会煮玉米汤 这个是我从小到大 因为自己有曾经在国外生活过 去学会的几个菜色 小爱也喜欢吃我煮的玉米汤 我煮玉米汤就是比较浓 然后蛋会打的比较多 但会打散的然后加进去 这场教育处和基隆市女童军会 举办的美食体验活动 邀请市长谢国良担任型男主厨 亲自示范料理 同时向学生宣导 家世分工性别平权观念 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国际女孩日 那基隆女童军会 我们也呼吁全国的 就是不管男性或女性 其实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 是可以分工的 不管是一般的家事 或是做美食也可以分工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行男大主厨 所以呢 邀请到了包括法国啦 那一些欧洲国家 包括东南亚的 那来做我们的异国料理 活动邀请16所学校 170位师生参与 不仅响应每年10月11日的 国际女孩日 更为性别平权 营造友善的生活环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录基隆的胃